今天来看到这个火线人物就是国泰蔡家的三太子 前国泰金控副总事长蔡振宇 今天传出这个轰轰烈烈的消息 他准备出手并购安泰银行还有金城银行 要知道金城银可是银行的获利王 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传出要出价了呢 而跟二哥蔡宏图芬家的蔡振宇 满手现金这一步棋背后水有多深 你回头去看 国泰金失去了好市都联名卡的金鸡母之后 他抢进了全家超商的三席董事 背后我们来看 他抢当发卡王 一步一步的逆袭如何全权到位 这个蔡振宇传出来有意要收购安泰跟金城银行之后 有可能要推动合并的消息一出来之后 立刻引发市场上的这个关注 结果金管会就出来说 这个消息是第一次听到啦 所以市场传闻不予评论 就连我们讲安泰跟金城 他们自己都发布重训 但是同样是对于这个传闻 表达就是说 他们是不予评论的一个状态 可是大家就很好奇 说蔡振宇你之前不是 感觉上好像退出这个银行界了或干嘛了 怎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传出来说 你要回到重返这个所谓的金融圈呢 这就要回到当时国泰 整体的这个经营的状况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国泰蔡家事实上是有 所谓的四个兄弟嘛 其中以现在这个整个国泰来讲 是由这个老二啊 叫做蔡宏图来掌理 那其实原本啊 那个他们其实蔡家在分家的时候 事实上是每一个人拿到的股权股份 都一样多 因为平均嘛 可是呢这个老二就觉得说 我现在是负责在经营啊 所以一开始就传出来讲说 事实上蔡宏图跟蔡振宇之间 感觉上好像有不合的这个状态 结果你知道吗 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 因为金融海啸 结果国泰就出现了亏损的情况 当时蔡振宇呢 在2009年的时候 就接下了国泰金 国寿跟所谓的国泰室 三个副董事长的职务来进行改革 而且在那个阶段里面 事实上蔡宏图啊 是完完全全支持啊 很多东西都放手给他去做 但是整个可能那个 因为后来列入到这个 贬家洗钱案的时候呢 2010年的时候股东 那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蔡振宇呢 就在股东会里面宣布说 他要出清股权 离开所谓的国泰集团 那其实那时候呢 大家也都觉得说 你如果出去这个出清股权 是不是你的经营权不要了 但是你基本上 持有这些东西 他没有 他全部把这个东西出脱出去 换成现金啊 所以那时候出股 有人去推算说 他因为这样出脱 可能手上握有一千亿 这样一个资金 可是呢 他离开的这件事情是 在那个市场上 也好多传闻啊 为什么 有人是讲说呢 这个他的二哥蔡宏图啊 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支持他吗 可是呢 等到啊 整个国泰的这个营运 恢复正常的时候 也传出来讲说 蔡宏图啊 感觉上啊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讲说 不对哦 你应该要经过我的同意 所以呢 也有传说呢 那个时候蔡振宇啊 之所以不满的原因是因为 他拿到手上 都是上面已经做好决策的 直接跳过他 等于是只是告知他的 这样一个角色啊 甚至他之前想要去谈 这个所谓的四季饭店的合作案 都被卡掉了 四季饭店 四季饭店现在不是 林敏熊在盖吗 是啊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这种所谓的市场传闻啊 就一直对于蔡家 整个兄弟们啊 所以这个亲情里面是不是出现 很微妙的这个变化 那真的兄弟感情有不好吗 你知道2022年的时候啊 蔡振宇跟蔡宏图啊 一起参加这个所谓 国泰60周年的这个活动 而且两个人呢 大家这个互动也都非常非常好 感觉上好像破除了这样的一个 市场上面说兄弟不合的传闻啊 是好 那回过头来就回到今天的新闻 最热点的这个 他为什么传出了 满手现金的国泰三太子 要去并购两家银行 有一家金城银 还是银行界的获利王啊 其实这次传出来这两家 安太银跟金城银 其实在国内有许多的这个银行业嘛 那他们在国内38家银行里面 是排名30到31 老实讲你说他 他是不是经营怎么样 这是另外一件事 因为事实上呢 以金城银来讲 被人家称之为 叫做银行的这个获利王啊 但是如果两个银行合并的话 事实上对他们和排名 是有办法往前再升的哦 所以呢有可能合并之后呢 排名会爬到26名左右 可是你刚刚所提到 比如说像金城银的部分啊 金城银其实被认为叫做 区域性的这个银行 因为他都比较多在中南部嘛 他的主要的基地 应该在府城台南 是 而且你知道一般过去 我们再看银行啊 他其实这个所谓往来的 通常都是大企业啊 这种客户 我一次抓到你 我就不用太担心了 对 可是金城银没有 他主要做的都是 所谓中小企业的放款啊 借贷啊 这样的一个业务啊 居然呢 他在去年的净利是62亿 年增达到1.8亿倍 被人家认为说 是银行里面的获利网 之前还传出来说 中信金啊 也看重说 哇你金城银在南部啊 这个东西 你是很有这个价值的 所以他们想要给他并购进来 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 金城银背后有一个 南部发展科技AI半导体的 S郎带 北从南科 南到高雄 屏东 所以他抢尽地利之变 金城银就像南台湾的地基柱啊 好那但问题是他现在居然 因为之前过去也有传说 他们事实上经营的层级呢 也希望把股权啊 做一些的这个处理嘛 所以这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角 蔡振宇的身上 事实上我们刚刚提到说 2010年的时候 他不是宣布退出这个 所谓的国泰的这些股权啊 这些东西 把它清掉对不对 那他拿了钱在手上干嘛 我跟他不是做公子哥 他也开始啊 转行去投资 做所谓的不动产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到包含到这个所谓的台北 非常著名的这个信义联情啊 还有内服的Vpark啊 甚至像星光顿南大楼 这部分的楼层 他通通都有 就变成他很重要的一个 投资的这个标的啊 那你想想看 他拿了这些钱之后 居然就在这个所谓的海内外 开始去买这个不动产 而且呢 大家一直传说 你们这个是不是兄弟戏强或干嘛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顿南金融大楼 基本上是蔡家的起家处理 他在2013年跟2014年的时候 还花了200亿把这个给买下来啊 所以顿南成品 后来重新盖大楼 他买下来的 是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基本上跟蔡家的关系 并不像外界传闻说 大家那么 那个传言的那么不合啊 好 人就回头我问你啊 这个是三太子 蔡振宇的一个破话 那回头呢 国泰金 国泰金最近动作很大 刚刚在新闻版面 被热议讨论的是 他抢下了 全家超商的三席董事 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谋略呢 所以你看你看 国泰在2022年底的时候 拿到全家进两层的股 这个股权嘛 所以6月21号的股工会 他可以拿下三席的这个董事 当然对他来讲 他有他布局的一个原因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以全台湾来讲啊 什么东西啊 你几乎在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得到 就叫做便利商店吧 对 那结果他这一次 跨足杀商 超商最重要是 他可以加入所谓电子支付的战局 而且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知道其实现在我们讲超商 都做很多复合式的这种服务 对不对 尤其你刚刚在画面上面看到 有好多超商 还有ATM 提管机的这种东西啊 那以前过去 我们就看到像台新啊 然后还有中信啊 不是都在这个各个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便利超商 都有放ATM吗 对 国泰希望透过跨足全家这个部分呢 去提升他ATM的这个布局啊 所以你看他的市占率 就希望能够打 这个左边打台新 右边打中信 最重要是什么 因为你超商 现在开始有很多 这个电子支付的这些东西啊 对 那他也希望能够补足 他电商的这样一个 版图的这个缺口啊 尤其以银行来讲啊 现在大家会发现到 银行最多就干嘛 发银行卡嘛 那银行卡像有些东西 就是用所谓的联名卡 或者是银行本身推出的 这种所谓信用卡 是 你知道吗 像之前国泰四华 他就跟那个好事多 Costco合作嘛 结果没有想到 不是被其他银行给抢走了 台北富邦给叼走了 连SOGO这个联名卡之后 他也被人家都给抢走 为什么 大家都谈谈谈之后 条件就 没有比别人更让这个业主信赖嘛 那我失掉了嘴边肉 这么肥的肉 我怎么去补呢 所以你看到2023年的信用卡的 签账的这个金额 只有排名到第二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 像中信盈啊 他用全年的这个所谓 信用卡签账消费啊 7369亿左右 还重回了这个王座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国泰来讲 我今天插足这个全家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第一个 从ATM的台数机里面啊 他要跟你回来拼 像全台的ATM 像目前为止 有三万两千台 其中中信盈啊 他有7294台是最多的 因为他跟那个711合作 对 那国泰四华是5208台啊 那你如果变成这个 所谓的这个全家董事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说 我的这个全家的ATM 接下来换我国泰进啊 对 所以我也增加 我的曝光度跟能见度啊 是 那当然啦 你全家目前其实也有跟这个 其他的银行来做合作 对 那你就是要谈嘛 所以你看哦 他现在是跟这三家 国泰四华 台新跟玉山 那我现在是三企董事啊 我可不可以把台新跟玉山给剂掉呢 那这就要看他如何在这个董事会里面 或在其他部分 他要想办法去运筹帷幄嘛 也不是吃素的啊 他现在在七月二号的时候 宣布要扩大他的玫瑰卡跟太阳卡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是 大家都在乎的叫做现金回馈啦 要不然就是你给我换东西嘛 他们现在用台新点的这个东西 回馈率达到百分之三点八 甚至呢像国泰那个Q币卡 他们之前有所谓的小数点啊 其实都是你消费之后 我就给你累积到多少 就换成点数这样 现在没有 现在大家都要干嘛 去抢占所谓的点数经济生态圈啊 因为点数换过来之后 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拿去折地很多东西啊 你也可以拿来购物啊 你也可以拿来做消费啊 你甚至还可以去缴 那个停车费那些东西啊 你不要看这些是迎头小利 最后是汇聚成河啊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从这个部分 可以收取到的这个回馈啊 也都是银行几个重要的 收入来源之一啊 所以你想想看 国泰现在为什么想尽办法 我要再回去插足到 这个所谓的便利商店 当然看准的就是便利商店 自己本身背后带来的庞大商机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这一天 都安排女后 颜色 是吗 快接着